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下来黄景龙师傅也要分享健康好料理 今天教大家来用紫地瓜 做一个非常好吃的肉饼 肉饼主要它里面就是猪的绞肉 里面本身已经有放了一点酱油 米酒还有胡椒粉 最主要是要加一颗的蛋下去把它润滑 因为这个肉饼它的做法是跟一般的 像你做肉丸子是要打水 那我们今天不打水 今天要加的就是像有一些水分的蔬菜 洋葱切水 对对对 把这个大量的洋葱把它加进来 稍微搅拌一下 然后再来是健康的这个胡萝卜末 一样切末切丁 把它加进来 然后再来就是芹菜末 这个肉饼就是它的香气才会够 那再来就是因为这个肉我们需要一点的黏度 我这边会加少许的这个太白粉 这不要太多 让它这个粉可以再带到里面 让肉稍微有点黏度 那再来就是要加两样东西 这是这个非常健康的紫地瓜 那紫地瓜因为如果你没有蒸过的话 直接下去放的话 这个紫地瓜不会熟 所以我这边会先大概把它蒸大概五分钟的一个熟度 然后保持一个口感在里面 这样子 大概蒸了五分钟 五分钟就拿出来 让它切丁有熟 然后降低它的水分拿出来 然后它也不会说整个太烂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紫地瓜它的甜度很好 但是它的香气我用一点芋头丁下去 这是芋头切丁 一样先蒸过吗 对要先蒸过大概五分钟就好 千万不要太多 太久时间拌下去你会吃不到它的口感这样子 好那再来我这边会放一点点的油在里面 再让它润滑一下 那传统在做肉饼有两种做法 有一种肉饼就是说像金钱虾饼的大小小颗的 那我今天教大家来做一个比较大张的这个肉饼 然后下去煎 对会比较让你会比较快 然后我们再把它切成那个小块来装 对对对对 这个要拌一下就可以 然后这边我锅子先稍微给它加热 食材都放进来 先放进来 中间慢慢的放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锅铲压它 锅铲稍微把它压平 让它硕形 对对对硕形就可以了 然后稍微给它压薄一点点没关系 那待会我们这样用这个铲子再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好那这里呢我盖子先稍微把它盖起来 那因为我们这个肉肉蛮多的 所以我们这边旁边会准备一个蔬菜 炒一个食素来搭配 那这边炒食素跟大家分享一下 会准备的一些像这个 这个是芥兰花 它是非常好吃 但是芥兰花一般大家在炒的话 它可能要有一些小技巧跟大家分享 好先这边也是放一点点的油 芥兰花是芥兰的花吗 它的前半段的部分 它前半段会比较嫩这样 那根的话你们要煮可能会煮很久 所以都取这个花的部分 像你在吃那个广东菜 它不是有那个芥兰 就是它前面的这一段的部分 就是芥兰花 对 放一点油一样 我们先放一点的蒜末 对我发现广东人很爱搭芥兰 对 因为芥兰我们一般在炒的时候 它后面有多一根它的芯的部分 所以那个地方 我们如果你皮没有去掉 没有先用水汆烫过 你去炒那个地方会炒得很久 好 好 好我们爆香蒜末 对 然后搭配一点香菇 对 生香菇都下去 把它稍微做一个炒香的一个动作 嗯 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 玉米笋 玉米笋 对 同时间喔 师傅那个 刚刚香菇玉米笋炒好之后 对 把这个芥兰花 把它带下来 对 然后刚才还有加一点的这个 盐巴跟水 对 然后这边呢 我这边这个炒完之后 它这个 比较软的时候 我这边会加一点这个味 这个是 绍心酒 好 嗆一点点绍心酒 对对对对 因为蔬菜如果没有汆烫的话 我们最后都是用羌点酒 把那个菜有点 这种菜的味道 腥味会把它带走这样子 那待会这边的这个食酥 会铺在那个 我们的盘子底部 对对对对 做一个食酥的一个搭配 对 好 那这个肉饼的话原则的时候 我这边先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它的油脂已经稍微出来了 而且它这边看起来就 下面都已经熟了 对 那这个肉饼要翻面吗 没有没有 这不用翻不用翻 我們待會兒因為 所以你剛剛我打個唱 你剛剛蓋鍋蓋是為了有點增足 對 它裡面的水分會再把它回下去 讓它這個肉餅稍微去 做一個熟的動作 那這個肉餅的話 你稍微搖晃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待會兒要吃的時候 就是說你把它整個 用這個鏟子把它切成 對 切成塊狀 然後再鋪在我們的食杜上面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黃師傅這道料理 這個是推薦給各位的早餐店 都非常適用 以往我們在早餐店 都會遇到什麼呢 生菜 沙拉 肉餅 蛋 然後果汁都分開來 可是那個味道都不是很好 肉都又乾又柴 可是像師傅這一道料理 真的非常棒 它的地瓜 每一個地瓜丁 都裹著豬肉的那個鹹香味 而且還有一點點 帶有點辣味 體味 最主要它的那個菜啊 都很用心的在處理 吃起來有點酒香 所以這個層次非常豐富 適合每一天的早餐 說到早餐的重要性 我覺得現在的孩子啊 為什麼越來越多過敏 我覺得跟早餐 有很大的關係 你看二十幾年前 孩子的早餐是什麼 地瓜稀飯 可是現在孩子的早餐是什麼